这是深圳A320客机 它在起飞前发现发动机故障 于是只能靠前方的牵引车拉着离开 看到这两者的反差 全程太高能了 A320系列的飞机重达78吨 一辆小小不见的牵引车 是如何拉动这么重的飞机的呢 由于飞机的发动机 只能给飞机提供向前滑行的动力 所以不论是飞机离开机位到滑行道 还是在机位之间移动 都需要牵引车的帮助 飞机牵引车作为机场地面 牵引飞机的保障设备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牵引力强且环保 飞机牵引车主要分为 有感式和无感式两种 将牵引车开到飞机正前方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飞机前轮缓缓上升到牵引车上 此时的牵引车会前后夹击 直接夹抱住飞机前轮 并拖起前起落架 这样一来不论怎么行走 起落架都能顺着方向旋转 这就是无感式牵引车的使用方法 但它并不适合在机位间移动 而有感式牵引车 则使用与飞机相匹配的牵引杆 与飞机相连接 在这个牵引杆中间 带有缓冲装置和扭力减切装置 可以减缓飞机在运行时的冲击 如今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发展 可以说技术已经相当完善了 它更适合作业与空间大的场地 其实牵引车除了令人惊叹的动力外 它的价格可是更让你意想不到 以德国Goldherford公司在2008年 为空中巨无霸A380 引进的这台牵引车来说 它的造价高达1100万人民币 没错 相当于一辆Loss-Less的价格了 这台牵引车的车身长度11米 自重39吨 性2米高的6个轮胎是土耳其生产的 每个轮胎价值5万元 在A380满载的情况下 负重达到了600吨 可它依旧能达到时速25000米的行驶速度 除此之外 车辆的挡风玻璃内装有电阻丝 可以保持不起雾不结冰 为驾驶员提供一个清晰的视野 其实不光客机配备有牵引车 航母上也有甲板牵引车 它主要用于舰载机降落后 牵引其抵达停放位置 和舰载机起飞前将其转移到起飞位置上 而说回机场牵引车 其实机场里不起眼 却又必不可少的车辆并非只有这一种 想运输餐车 大家在飞机上吃到的食物 都是通过这个自带货箱的车辆 开到飞机尾部 将货箱抬升 把食物送进机舱内的 还有行李运输车 这个大家应该熟悉 托运的行李被放在车辆上 满机场拉着跑 找到对应航班飞机后 工作人员会通过临时传送带 将行李运输到飞机尾部的机舱里 当然里面还有人会按照要求 把行李摆放的整整齐齐 除此之外 还有飞机加油车 百度车 引导车 通行车等等 甚至可以说 机场里少了这些车 民航客机都无法顺利飞上天了